最近就是有失金属的股票非常的特殊 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也开始又累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 而做成一些基本金属还是贵金属的价格的反弹 所以做成这一类的股票有一个很大的胜幅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说 我觉得暂时投资者不要对这类股票有太大的统景 因为最主要就是现在我们看大部分的经济数据 还是发现整个经济恶化的情况继续 而对于地球原材料的税求还是没有一个特别的增加 而如果说这是政府开支那方面的话 我相信暂时在短持 例如本年之内可能哪个效率还是不是太大 所以我相信投资者对于现在已经反弹了的有失金属股票来说 暂时不要高倔比较好 均等待会 随着 敬意 满重 诶